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吧 還有雜聲 這個題目是107的跨古題 然後說在2017年的7月底 有紅外線的圖 所以左半邊這一張是紅外線的圖 只是說坦白的一握把一下然後又掃描 雖然沒有很清楚 當然我要提醒的是 紅外線的圖像這一種很白 因為紅外線通常用黑白來呈現 很白的或者很淺的 基本上代表的是 它的雲的雲頂是很高的 它的雲的雲頂是高的 那個頂指的是那一個雲最上面頂端 所以意思就是說 現在可以從這邊看到的是 在台灣附近 有一團白白的 台灣應該在這附近 滑出下來的位置 這裡有一團白白的 颱風對你倒的應該是右手邊的塔 右手邊呢是這一所謂的移動的路徑 右手邊是7月26號到7月30的移動路徑 然後這一個左手邊的圖值7月29 就是移動到某個位置的圖 所以7月29應該是這裡吧 所以本看題目問他有關 所以這裡才用鉛筆畫了一個圓圈圈 不論如何 所以這要高尋的是 利用紅外線的位置 不會看到雲頂的高度 因為基本上都是 颱風雲又厚又高 高到對流層的雞與雲 所以高到對流層的層頂 因此它的高度當然是高 所以雲頂是高的 顏色通常用白的 用鉛來呈現 不論如何 這裡可能是第一張圖 第二張圖的話呢 就告訴你說 它可能慢慢的如何移動 又如何的出海 所以記得這裡講登陸 或者講出海 都要講誰 颱風眼、颱風中心 詳細的就要看第二張圖 所以第二張圖說了 從這裡 七月二十六 一直到二十七、二八 一直到三十、三十一 跑到了中國大陸 那麼呢 這裡會有兩個題目 那麼我還是呢 把這裡呢 再把它放大 先看一下右邊的圖 右邊的圖的話呢 提醒你的詩 常常有時候 它都會給你一部分的移動路徑 就告訴你說 如果就這一張圖 叫七月二十六號 行場 一定嗎 不一定 除非題目有描述 意思也就是說 通常它只是給了叫做移動路徑圖 它並沒有的時候呢 就在這間行場 除非題目有說 再詳細這件事 然後呢 常常呢 它在畫的過程呢 又會用不同的符號 或是會符號的話呢 記得一件事情 台風的前身 比起啊 所以通常都會先用一個L 然後呢 慢慢的呢 往台灣 這裡移動的過程 威力越來越大 才會變成了 可能這個叫做 空心的符號 進入台風的符號 慢慢的 來到它附近 有時候更強了 就會變成紫心 紫心呢 是中度 或者是強烈的台風 它只會給黑白的 所以我只想要請你記得的是 空心跟死心 當然呢 跑到台灣威力會減多 到了中國大陸 常常更多了 變成地氣壓 那麼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再問的兩個題目 第一個問的是 風 在解決呢 這裡題目所問的 伊朗的風的時候呢 先提醒你件事 你要會風 畫風向 意思 它的風向不是用背的 所以我這裡畫了兩個 小圖案 這裡的兩個小圖案 在講什麼呢 我們現在要恢復一段記憶 叫做 這裡吧 這裡我畫的圖案 在講的叫做 3D打平衡 意思也就是說 剛好台風 畫了張空心的一個符號 然後呢 每次呢 我們課本上都總是畫 兩條等壓線 三條等壓線 再告訴你的叫做 3D打平衡 第一個 驅死空氣運動 有高壓 H代表是高壓 L代表是低壓 驅死空氣運動 綠色的 高壓到低壓 氣壓低度力 然後呢 通常呢 就會說了 在地球 會自轉 所以另一個 第二股力量可視力 之後呢 第三股力量 叫地表附近摩擦力 所以呢 等於是 綠色 藍色 跟黑色 三地打平衡 黃色 所以以前呢 都告訴你的叫做 你就直接去記吧 記什麼呢 氣壓低度力 或力化完之後 得放球片 右手邊 再氣壓低度力的右手邊 然後你再去畫另外一個 摩擦力 跟殼時力會比較快 那麼在這裡 我要提醒你的叫做 最後紅色這個平衡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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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畫氣壓低度力 然後反之後 記得北半球片 右邊 所以我這裡畫了另外兩個小圖 來這裡兩個小圖 你畫 這兩個小圖 東西都畫了 颱風中心 然後怎麼了 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呢 就是剛才講的 先畫氣壓低度力 然後北半球片 右手邊 哇 我的天 然後呢 就是我後來畫的這個箭頭 等於在這個位置 就是東北風 而在這個位置呢 氣壓低度力 綠色化完之後 北半球片 右手邊 等於呢 叫做西藍風 所以這是第一個畫法 你就利用所謂的氣壓低度力 完之後 記得北半球片 又來個畫 第二個方法呢 第二個方法呢 也許第一老師總會說 一件事 做切線 但是你做切線 你要怎麼樣 記得 因為我們是 颱風之地一樣 所以你要先記得 切進去 所以我這裡請切入 逆子中切入 意思也就是說 綠色的線條 都是切線 你應該有感覺 然後切入 所以答案依舊的 在這個點東北 在這個點叫西藍風 所以兩個方式都可以 那麼我們還是回到題目本身吧 你哪一個都好 反正風向判亂出來 那是應該回之的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題目 這裡在問的叫做 它要 729號的8點 所以729號的8點 在問你到底我們的依然會什麼包 所以729的8點 我把它放大 729 所以題目應該在問這個點的8點 這裡它有寫一個08 哇 我的天 最近看不到怎樣 都有這種尖尖的生命 來 729號的08 然後問你依然到底包怎麼樣 所以我故意畫了一個點 代表采放中心的位置 然後這個圓圈圈 記得你的這一個等壓性 到底要多大 如何決定 至少要跟你所要知道的地點 陸地 大海 任何一個你想要知道的地點接觸 因為目前題目想要的叫做 宜蘭 所以我才把這個圓圈圈畫那麼大 如果它想要知道 可能是這個高雄 我可能要畫更大的圓圈圈 OK 那麼 完了之後呢 就如我們剛剛所說的 先畫7RT肚立 只要我的滑石我動 我就不畫 不然畫面會滑掉 7RT肚立完 天右手邊 所以實際上就我現在這裡的鉛筆的顏色 我就畫結果囉 是它 所以不管這個屏幕你怎麼用 在這個位置附近 或這個位置附近 都會是東北峰 只是這裡表示說 應該是偏北邊的分量 會多一點點 因為實際不是這裡 而是在這附近 但還是東北 只是北邊的分量比較多 我的意思是 畫起來可能差不多這樣 而不會是這一個箭頭 但它依舊不會影響 依舊叫做東北峰 所以我要提醒你的是 颱風通常 古今會問你的叫做風向 問你風向 最主要要判斷一件事 迎風面或北峰面 因為問了迎風或北峰 就可以問你說 到底風大或 不 到底風雨大 還是風雨小 也就是受災 到底哪個比較大 第二個 第二個小婷他問你的是 這能夠代表 宜蘭這個觀測站 在移動的這段時間 728到7月30這段時間 那麼之前告訴過你 一件事 尤其是你想要跑 像手的上面那兩張圖 告訴過你 颱風它的中心 就是一個地氣壓 雖然你要能夠想像的叫做 颱風慢慢靠近再慢慢的遠離 所以呢 我這裡標了一個 729靠近7月30 這裡也許就是颱風中心 在旁邊島的時候 所以颱風先靠近再遠離 也就是低氣壓先靠近 然後再遠離 所以呢 氣壓只應該先下降 然後再上一升 所以來想像一下 我們還是看一下剛才那張古堡 剛才這張圖 它從728開始喔 再把它給放大 所以呢 從728 728的位置 在這裡 我用輕輕喔 所以低氣壓在這裡 你說伊朗呢 離這個低氣壓比較遠吧 所以氣壓只會比較大 而728 颱風中心在華島的位置 伊朗比這個低壓最接近 氣壓只應該最小吧 然後呢 如果你說到 2930號 颱風中心來到這位置 伊朗又遠離了颱風中心 氣壓只當然會是比較上升的 所以呢 這裡呢 還是回到我這裡的圖 這裡的圖四章 你可以發現的叫做 A 氣壓只先降後升 B 氣壓只一模一樣 C 氣壓只先升而後降 一隻越來越低 欸這兩個株 所以這我可能沒有改好 意思這裡應該是1 可是呢 不影響答案 好 所以呢 還是要提醒的是 想像 颱風是一個低氣壓 欸不是想像 它真的就是一個低氣壓 所以颱風慢慢靠近 氣壓只當然會先下降 而再上升 好 所以這個屏幕呢 最主要問你風向 還有氣壓的變化 記得像這種屏幕 不是用背的 你一定要搞懂它 現在